在日本同类型电影中 这部电影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佼佼者 短短68分钟留下的经典镜头数不胜数 上映已经37年 却仍然让每个观众念念不忘 影片开始 一个女人拎着行囊驻足街头 随后她走进一间酒吧 晃动着手里的酒杯 很显然她的目的并不是喝酒 女人的美貌瞬间吸引了不远处的眼镜男 明明端着酒杯 注意力却全在女人的身上 女人红唇微张 她感受到了来自眼镜男的凝视 微微调整坐姿后 女人的表情回应了一切 她叫莉莉 是一名职业女杀手 眼镜男则是她的雇主 一番肉搏之后 眼镜男拿出一打钞票和一张照片 上面的男人就是此行的暗杀对象 拿上眼镜男留下的公寓钥匙 莉莉住进了这间专门为她准备的房间 按照眼镜男的吩咐 她需要在这里等待通知 莉莉拿出铁丝把照片插在床头的墙上 她要好好记住这个男人的脸 而明明有着交好面容和身材的莉莉 为何会走上杀手这条不归路呢 这事还得从十年前说起 那事的她还是个不安事的清纯女孩 男友是个射击运动员 两人在一个与业约会时 被三个混混盯上 混混砸破了车窗 把莉莉强行拉出车外 男友自然拼死想要救下莉莉 却屡次被阻 无奈之下男友试图拔枪射击 令人绝望的尸枪却恰可了 三个混混过来对着男友一顿拳打脚踢 莉莉扑过来护在男友身前 从未用过枪的她 逼不得一朝混混开了枪 可噩梦并未就此结束 莉莉的男友最终还是被打死 而她则落入三个混混手中 接下来的日子里 她被关进一间小黑屋里 三个混混成为了她的导师 而目的则是要将莉莉 训练成一名职业杀手 按照电影一贯套路 这里的剧情你们都懂得 莉莉深知活下去才是王道 因此她必须咬牙挺过这一切 这时莉莉从噩梦中惊醒 十年前所遭遇的一切 成为了她挥之不去的梦魇 醒来后的她再无睡意 去冰箱拿了罐啤酒 或许只有在酒精的麻痹下 她才能冷静下来 终于直到天亮 她才沉沉睡去 走在熙熙攘攘的东京街头 毫无疑问 莉莉总是最亮眼的那一个 在枪支店购买设备时 在一旁把玩气箱的杨介 引起了莉莉的注意 同时射击运动员的她 让莉莉恍惚间 似乎看到了死去的男友 回事神差般 莉莉一路跟到了阳台 杨介正在练习枪法 莉莉俏皮地想过她手里的枪 原本不想过多理会的杨介 顿时和这个漂亮的女孩攀谈起来 枪不慎掉在地上 两人同时弯腰曲解 第一次近距离接近一个美女 杨介的心跳差点漏了一拍 莉莉迎姿飒爽的模样 让杨介甚是着迷 烟幕将林杨介 安耐不住内心的激动 一路尾随的莉莉 而莉莉似乎早有察觉 一直跑到一处公园 和她玩起了枪支游戏 杨介没想到 明明手里的只是模型枪 为什么莉莉会突然重弹倒地不起 等她慌慌张张地靠近时 这才知道莉莉只不过是和她开玩笑而已 接下来的剧情太过无聊 我帮你们直接跳过 分别是杨介坚持要留下自己的电话号码 却无意中看到莉莉手包里有一把真枪 老回路亲戚的杨介立刻把莉莉当成了同行 兴奋地和她约定 一定要再找时间切磋一下技术 得到肯定的答复后 杨介开心地跑远 自从和杨介一别后 弟弟的噩梦愈演愈烈 每次都会满身是汗地从床上醒来 莉莉也曾想过给杨介打电话 可电话拨通后 莉莉想了想还是选择了挂断 几天后莉莉收到消息 目标人物会出现在一个红灯区 莉莉准时赶往那里 她交好的面容立刻引起了三个该忧子的注意 女孩振脱开来迅速跑走 但三个家伙毕竟是常连混迹于此的人 不出几分钟就将她再次围堵 莉莉无奈只能掏出了包里的手枪 可这帮人还以为是假的 仍然在不补逼近 就在莉莉连连后退准备不得不开箱时 一个男人突然出现 和三个混混扭打成一团 莉莉一引认出 他正是自己要刺杀的对象 佐藤 恐无有力的佐藤轻松将两人撂躺在地 在另外一个人企图朝他开箱时 佐藤拉着莉莉迅速逃走 他们拉着彼此 在恐无一人的街头一路狂奔 最后在一条巷子里成功甩掉了追兵 莉莉提议赶紧就近找个旅馆躲起来 佐藤没有拒绝和他一起躲了进去 莉莉谎称那把枪是仿制品 并对佐藤的出手相助表达了谢意 佐藤告诉他自己这些年来一直居无定所 如果莉莉愿意的话 他希望跟在他的身边 一番话让莉莉的思绪陷入了纠结中 这个人既是刺杀目标又是救命恩人 他该如何抉择呢 终于莉莉决定完成任务 给枪上好膛后回到房间 此时的佐藤就地坐着睡了过去 莉莉犹豫在三后把枪收了起来 转而拿出一根钢针准备刺进佐藤的眼睛 谁知佐藤突然醒了过来 甚至要求他快点动手 挣扎中两人讨论的重点突然发生了变化 最后莉莉不仅没有杀了佐藤 反而被他彻底征服 隔天莉莉把公寓里的一切恢复原样 试图逃离这样的生活 谁知孤主眼镜男却在地下车户找到了他 还开枪射中了莉莉的腿 混乱中莉莉又藏在衣服里的钢针干掉了眼镜男 并用他手边的枪打中了不远处的马仔 强忍剧痛的莉莉将怨恨化作子弹 把眼镜男打成了蜂窝美 当莉莉亮亮腔腔地准备开他的车离开这里时 后座上所腾的尸体让莉莉陷入了绝望 为什么自己每一次爱的人都是这样的结果 孤立无助的莉莉只能选择联系的杨介 她冒着大雨来到和杨介的约定地点 腿部不断渗出的鲜血让莉莉激进虚脱 不远处的大树下杨介还在痴痴地等着 她根本没看到挣扎着的莉莉 此时的莉莉已经没有力气大声呼救 幸运的是她的手心还攥着最后一颗子弹 随着枪声地响起杨介终于发现了她 莉莉终于得救了 孟范称得上是赤板丽的黄金时期 当时年仅23岁的她一头大波浪长发 性感的烈眼红唇 挡不住的风情可真是迷倒了不少人 感谢观看